所有攝影的朋友都會面臨一個問題 如果你戴眼鏡的話 這裡會一直滑 那麼攝影的工作呢 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看一下這裡齁 這樣子拍一拍 因為我們在工作的時候熱 熱就會滑滑滑 然後工作起來就會很狼狽 現在BOSS這個樣子好得不得了啊 跟大家分享一個做法很簡單 好嘞 BOSS的橡皮筋準備一下 BOSS的橡皮筋 這邊把它纏緊 或者在這個節點 這個節點就不會脫落 這個節點也可以 這個節點基本上就不會脫落 好 那麼這邊再做一個節點 好拉緊拉緊 這個橡皮筋呢 是BOSS的橡皮筋嗎 不是 全省各大美容院都有售 一定要買頭髮用的橡皮筋 千萬記得頭髮用的橡皮筋 好的 再來這樣子 依照每個人的頭殼小大小呢 進行調整 進行調整 如果你照做的話呢 你會發現你的工作呢 還有你的這個 呃怎麼講呢 你的作業效率呢 還有眼睛的疲勞度會差很多 保證疲勞度會少很多 因為眼鏡變得是很適當的角度 所有的眼鏡 好來 看我這邊 來看我這邊 所有的眼鏡呢 它的那個使用上來講 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角度 它的角度都是量這個中間的範圍 為它的最佳視角 那麼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會有這樣子脫眼鏡的現象 或者過低過高的現象 你這樣就會很舒服 但是記得一點 這裡會變得比較吃壓力 會比較重 所以呢 我這個是屬於比較過緊的一個現象 你可以調整到適當 依照每個人的頭型 下去調節 好 那麼用到這裡之後發現一點 這裡就變很好拉了 好 那我會建議各位這邊呢 我再重新做一下調整 把橡皮筋再改一下 雅惠再拿一條黑的來 橡皮筋 好 我再把它調平均 因為調平均 比較容易使用 這一點要注意 調皮筋會比較容易使用 那我總共用了 七條橡皮筋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裡 跟這裡 跟這裡 大概一比一 會形成一個比較舒適的一個頭型狀態 好 那我這邊呢 做最後收尾 各位看一下 好 拉 搞定 你還可以呢 拿來調 好 那麼攝影用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 小工具呢 對於 我們這些 常常在外面工作又流汗的一些 攝影朋友們呢 不花錢 到那個美容院跟他拿 或者拿個十塊錢 二十塊錢跟他買也可以 看看店家的一個做法 每一家都不一樣 你就會獲得一個很舒適的一個 工作狀態 那如果不裝的時候呢 說真的齁 就是會 一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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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都有一樣的問題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